我今天跟你們介紹一道 很適合在這種天氣 冬天的時候吃的一道料理 就是酸菜魚火鍋 又香又辣又帶一點點麻 這道料理我先介紹它的食材部分 就是首先是新鮮的草魚 或者是新鮮的魚都可以 酸菜 還有乾辣椒 花椒 講花椒不知道可能是可以少放一些 那還有殭屍 沖斷 接下來最重要一點就是在於 你要對魚片 這些魚片切成大概0.5公分的厚度 長大概是6公分 寬大概4公分的一個厚片 那去掉骨頭之後 我們把它稍微醃過 重點在這個醃的部分 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們先放四分之一茶匙的鹽 好 再加些許糖 另外呢 一茶匙的太白粉 一茶匙的太白粉 另外呢 二分之一茶匙的紹興酒 我們把它稍微醃一下 再滴止滴麻油進來 把它醃過 醃過 大概我們醃的時間在1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把它拌均勻 讓它吃起來呢 這樣它吃起來就會比較滑嫩 煮的時候會比較滑嫩一些 好我們把它拌均勻 醃15分鐘記得 好接著呢 我們開始 把鍋裡燒熱油 燒熱油 首先我會先將魚呢 把它給稍微煎 煎到半熟 煎到半熟 之後我再盛起 煎到半熟之後盛起 好 這個菜因為它是酸菜 所以我們的 酸菜這種東西大家知道 它比較能吃油 比較能吃油 而且在冬天呢 冬天呢 它的那個 雖然我們放油會稍微多一些 但實際上你只要不要去吃它也不會很油 不會很油 好我們把 稍微把它倒一些 大概13大匙的油 把它倒進來 接著呢 我們現在要把 先把魚片呢 略煎熟 半熟 醃好的魚片呢 把它煎半熟 最好煎到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 焦焦的是更好又更香 我們把魚片放進去 魚片記得要切厚一些 切太薄的話 它很容易碎掉 而且 那個肉煮起來 就沒有那麼滑嫩 沒有那麼滑嫩 記得說冬天 不需要太多菜 就是用那個火鍋 一加大四口人 就可以吃得很飽 而且這一道菜非常的開胃 讓你吃得都很開胃 而且很像飯 而且實際上又不是很難做 但實際上我現在用的是草魚 是草魚 那你假如說一般的魚呢 你假如懶了說我將它去骨 那你可以用整隻的也不所謂 就稍微把它在它的魚背上晃個三刀 手三刀肉三刀之後把它煎過 一樣也是讓它煎過 再來煎酸菜 也可以 是可以的 那各位另外你可以買一些火鍋料 除了酸菜跟魚之外 你會買一些火鍋料 假如說你這一邊好像在吃火鍋 開一點火 比如說你要再去燙一些 玩類的吧 或攪類的東西就可以 好 我們把它稍微煎一下 煎到我想要半熟 我開大火 開大火 最好是有點焦焦的 像這樣有點焦黃 最好的會比較香 開大火把它煎一個 不需要煎得太熟 只要把它兩面 就把它稍微煎一下就好了 你看它有點焦黃 會放 焦焦黃黃的會放 很香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點焦黃 所以我們把它盛起來 它並沒有完全熟 現在也是在一個半熟狀態 不用煎到全熟 熟悉的 好 我們把它盛起來 把它盛起來 盛起來 看這樣子 盛起來 盛起來 各位記者講 你家用鐵鍋的話 你把鍋子燒熱 燒熱之後呢 你再放油進來 就不容易乾 好 好 接著呢 我們把 瓜椒 跟乾辣椒 下來先炒香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乾辣椒 花椒 接下來炒香 讓它味道 辣 就把它味道出來 這時候我用小火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把薑絲也丟進來 你現在會聞到 你現在會聞到 你會聞不到 我會聞到很香的 辣椒跟花椒 很香的 你那樣聞到都想 會流過水 好 接著呢 我們把酸菜丟進來 酸菜丟進來 酸菜丟進來 帶葉的酸菜 帶葉的酸菜 炒 炒三分鐘左右呢 讓香菜的那種香味出來 香菜香味出來 接著呢 我們加水 我們再來加500ml的水 那看你的鍋子大小 那你水下越大的話 你先 你再加酸菜 都會鮮 或者你有其他的火鍋量 你有玩具類 腳味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來燙 都可以拿來燙 好 接著我們要來調味 我們一定要調味 因為酸菜本身有一點鹹度 所以我們鹽的部分 你要特別小心 放些取鹽就好 太多 但是你現在要先把它沖過去 大概是四分之一茶匙的鹽 二分之一茶匙的糖 好 我們大概讓它滾下來 大概再煮個三分鐘 讓酸菜出味之後呢 我們最後呢 才將魚 把它倒進來 不是 酸菜煮上來 把魚倒進來 可以看到這個魚白白的 很完整的 有煎過的 經過我們有鹽煎 煎過的魚 這個時候魚實際上是半熟 我們只要再讓湯 再滾半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就可以上菜 那這一道菜 你可以 我不用 我可以用火鍋上 也可以用火鍋上 就是說 我不須 就是不加火的火鍋 或者是 加火的火鍋 或者是一般的湯 湯盆上都可以 假如說你還有其他料 要看的話 就可以用火鍋 好 我們這樣把它盛上去 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紅紅的辣椒 還有黃色的酸菜 還有我們白色的魚 非常漂亮 最後呢 最後呢 我們 再放一些蔥段在上面 放在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道很漂亮的一個 酸菜魚火鍋 就這樣完成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謝謝 謝謝